今天我们来讲讲明朝建文帝朱允文下落之谜 公元1402年 历经四年后的朱棣终于来到了应天皇宫内 可是当他刚刚走进皇宫寻找他的侄子建文帝朱允文时 却突然看到手下急急忙忙地走过来说道 不好了将军 皇宫突然着急大火 朱棣听到以后脸色微微一变 他就说了 他立刻派军队进入皇宫救火 因为皇宫大部分都是木制建筑 所以伙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开始蔓延 而朱棣心心念念的侄子朱允文也葬身火海之中 朱棣知道以后悲痛不已 让人以及其隆重的规格后葬朱允文 并且宣布为表示纪念绰朝三日 这是明朝明太祖实录的记载 相信熟悉明朝历史的朋友 在看到这种描述并不认同 而且根据其他明朝官方记录 都没有写明建文帝到底葬在何方 这就让建文帝的死活变成了一个未解之谜 不过六百年后的今天 一座古墓给出了答案 谜底被揭开 欢迎来到石海明察 新来的观众别忘了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这样您会第一时间收到节目通知 您的点赞是对本节目的最大支持 谢谢大家 想要了解建文帝的下落 我们还需要从静难之意开始说起 在明朝建立的前几十年时间里 除了朱元璋发起的明初三大案 最让史学家关注的就是 朱允文在登基以后 与他叔叔朱棣之间发生的静难之意 当初朱允文在登基以后 就发现了朱元璋在藩王设置上存在巨大隐患 年少轻狂的他 在登基不久就开始进行削藩 因为刚刚登基 所以根基不稳 而实力雄厚的燕王朱棣 便借着削藩的名义发起了静难之意 本来以朱棣的兵力根本无法与朱允文对抗 但是朱允文却亲自给朱棣颁发离岛护身符 那就是他对出征的将领规定 不允许伤害朱棣 免得自己被后世指责杀害自己的叔叔 正是因为这道护身符 让朱棣多次在战败以后 积蓄力量反败为胜 关于静难之意之后 朱允文的下落 无论是当时的明朝文人 还是现在的专家学者 都认为朱允文并没有葬身火海 而是在应天城破的时候 有一条密道悄悄逃出城外 随后走上了他爷爷朱元璋的老路 前往寺庙当和尚 这样的传闻 被一些野史描绘的有模有样 在野史中记载 当朱允文看到应天即将被攻陷以后 他并不想在朱棣那里苟且偷生 决定自尽来维护他最后的脸面 正当他准备自尽的时候 一位服侍过朱元璋的老太监 跪在朱允文面前说道 皇上 太祖生前曾经为后世留下一个密侠 让遇到危险事再打开 朱允文急忙打开密侠 发现里面只放着一件袈裟 和一本镀碟 以及一把剃镀刀 在袈裟下面 还藏着一封信 上面大提一字是说 当后世子孙遇到危难时 就剃发假扮成和尚 从密道逃出 朱允文看到后立刻替发装扮成和尚出城 为了掩护朱允文逃跑 他的皇后 一把火将皇宫点燃 自己也选择自焚的方式来掩护朱允文 而朱棣发现的那具尸体就是朱允文的皇后 可是这就让我们有了更多的疑惑 朱允文出城以后又逃往哪里了呢 在这里也出现了几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 朱允文逃到福建以后 便乘船逃往南阳 朱棣害怕朱允文从国外起兵报仇 便让郑和率领船队 以宣传大明国卫的形式寻找建文帝 可是郑和的多次出访 都没有找到一点消息 这也让朱允文的踪迹成为了千古谜题 我们翻开史料 在明史中确切记载了明太祖朱棣和密探之间的一段对话 永乐二十一年的一个夜晚 密探胡营密报 朱允文的确就在云南 但是陛下当了皇帝这么多年 早已是民心所向 就算朱允文想夺回皇位 也翻不起什么风浪了 明太祖朱棣还答应了胡营提出的 让朱允文安度余生的建议 清朝康熙年间出版的《武定辅志》 上面也明确说了 建文帝余生的数十年都在狮子山度过 明朝的万里皇帝的帝师张居正 也说建文帝逃往了云南 并且在狮子山出家为僧 由此看来 明慧宗朱允文真的是在云南的狮子山顿入空门了 而专家们经过研究和勘察 也最终确认云南的狮子山 是有八九是朱允文的落脚之地 不过不管朱允文流落到哪 不管他是否苟且偷生 还是有想过夺回皇位 他却是如胡营的密报中所说 再没翻起一丝浪花 不过就在建文帝下落之谜 沉寂了六百年后 2008年 这件事迎来了新的转机 困扰许久的谜题能否就此解开呢 福建宁德的一处村庄的施工现场内 挖掘出一座明朝时期的古墓 当考古专家到达以后发现 这座古墓保存十分完好 不仅有拜庭 而且还有设立塔等佛教建筑 在设立塔上清楚地写着这座墓主人的名号 沧海珠禅师 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继续 考古人员发现 这名沧海珠禅师的来头不小 经过多方考证考古人员 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 墓主人极有可能是 小时六百多年的建文帝珠云文 这并不是空学来风 而是有两条重要证据 首先第一条证据是设立塔上的碑文 当时碑文上写的是 原名大师第三代沧海珠禅师 原名大师可以看成明朝圆满的意思 只带有过出家经历的朱元璋 而第三代则是朱元璋的第三辈子孙 这就与朱云文的辈分相同 沧海也有江山统一的意思 而朱字则引设朱云文的姓 所以根据这个碑文 就能推断出朱云文时 沧海珠大师的可能 第二条则是墓中的装饰中 有两条闭嘴龙 而且墓室也是正北正南的朝向 这样的规格和朝向在明朝时 只有皇帝才可以配备 其次古墓发现的地方 有不少姓正的人家 而与建文帝一起消失的 则是他最亲密的大臣正洽 以上种种迹象 都仿佛在告诉我们这座墓的主人 是朱云文 但是缺少关键性证据 关于朱云文的下落 始终无法得出一个决定性的结论 一切还需要考古学家们进一步的确定 别忘了点赞订阅 如果你有读到的见解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下期再见